人氣超高的樂團五月天在台中 完成了第四十四場 也是最後一場的演唱會 現場四外歌名都駭翻天了 五月天開場就是不一樣 第一波就是高潮 不只音響震撼 聲光效果十足 來吧 GO 現場四萬名歌迷手拿 螢光棒同歡 高潮 一波接著一波 而這次主辦單位 大手筆花得比一般演唱會 多三倍的金額打造場景 果然讓全場嗨翻 原本在演唱會之前 還一度下著大雨 五月天的團員 緊急開了三次會議 演唱會還因此延誤了 一個小時開場 幸好最後歌迷沒有失望 而在最後一場巡迴演唱會當中 這一個高九米 重達三公噸的變形金剛機器人 也首度看台灣歌迷見面 不僅讓全場歌迷為之驚豔 也留下哪一萬回憶 明星為您向前 您敬農 台中報導